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最近呢,那个北约啊,又在搞起了这个核演习 背后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俄罗斯也很强硬 因为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啊,俄罗斯输不起 所以呢,他也开始在威胁嘛 说急了以后呢,他要用核武器 欧洲当然这个事儿也很紧张 就是要核演习 这个核武器啊,这个核战呢,打到什么样的规模嘛 包括呢,卫星拦截啊,等等等等 在这个话题之下呢,核战的危险又大了 而且核战的危险了以后啊,就有什么核冬天啦 核什么什么啦,而且已知这个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大家就储备粮食嘛 那个你可以注意到呢,其实最近粮食紧张 价格呢,大涨 但是啊,全球的那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呢 全球的粮食的储备在历史高位 就是说大家都存了不少粮 对吧,而且包括呢,说可能有些乱的话呢 家里多存点 包括呢,你可能家里呢,买一些压缩饼干呢 买一些腊肉啊,买一些燃料啊 放在家里头,万一怎么怎么着了 所以在这个核威慑下呢 像前边我也说了 就是美国呢,他就实行了什么 他那个城市呢,乡村化 就是等于二战后啊,美国害怕这个原子弹的时候呢 他把那个些很多的产业呢,转到了小镇去 当时我们也说转到小镇有小镇的问题 其他的产业链呢,物流成本呢 还有一个呢,比方说双职工就业 对于中国还是很有特色的事儿啊 中国当时呢,建立三线企业呢 都有双职工就业什么什么的 而现在呢,对世界这么乱的时候啊 其实每个人呢,中国人心里头都有一个田园梦想 其实包括呢,其实我也有啊 什么概念呢,最好啊 我农村有块地,城市里有什么问题 都能到我那地上去 地上呢,能有很好的房子 然后呢,能种出来呢 我想吃的东西 自己呢,在整个战争的状态下呢 我都能自给自足 能有这安全的保障嘛 其实在中国呢 两千年来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旦碰上那种大的战乱呢 那都希望啊,能在老家有一个再大了呢 北京离乡什么等等等等 但实际上啊,这个离乡呢 其实要把这中间的博弈看清楚呢 就挺苍白的 但是呢,中国人有这个情节嘛 所以就有专门的专家呢 搞这个市民下乡 这个市民下乡里头的故事啊 这就比较复杂了 就是说,我有块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我有一块地呢 要能过得好啊 是要有条件的 你想想,你现在你这样的生活 你真要是说到过去的农耕生活的话 你种的粮食能养活你的话 那估计现在很多农民的孩子都做不到 而且呢,你现在没有了现代化的生活 你好多的现在的农民也不会了 你比方说没有化肥农药,对吧 所以有人说嘛,权有机很好 但是呢,权有机,首先可以跟大家讲 它没有不用机械 第二呢,它那个生物防治呢 其实很多啊,生物里头的生化产品啊 那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它有大棚有些地方 比方说防虫啊,有时候大棚很管用的 密封空间,把这个事儿呢,都看清楚 就明白是个怎么回事儿了 你那个想过得好 大城市这种供应要在 如果把这儿一打断了以后呢 你想,现在好多时候你觉得 那个在山村里头不错 那因为什么,有村村通,有公路 你还可以开着车去 那但是你一旦这个现在社会断了以后 你没油怎么办 你骑马吗 那个养个马的成本是多高啊 得多少人呢 而且呢,你想过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什么呢 现在基本上啊 市民下乡能过得好的 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呢 是城乡二元化 也就是说市民比村里人负的很多 所以村里人呢,觉得那个市民啊 来了很好 我愿意养他 你包括呢,你看有些专家就说了嘛 那个江浙,包括新安江,包括那一个都是什么 我们养上海人,养上海人好耶 所以我也说了嘛 这个那个农村的话呢 一个呢,是你这个污染弄得去 它都是南方农村嘛 排屋啊,冬天它不会上洞 以前呢,上海是不取暖的 不取暖还能过 你要是说冰天雪地不取暖 北方有的时候过不了的 那咱们当然另说了 南北差异我们都不讲 你就看看这个上海人呢 在那能过得好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比当地的农民收入高得多 然后呢,他以城市的这个收入积累呢 当地的人呢,多个人服务他一个人 是这样的结果 他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什么 农村里有一群很贫穷的人 他不是乡村振兴的问题 就是这个乡闲啊,下乡啊 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讲啊 这个事的影响真的是核战争 天下大乱 没有了一个强力的政府 没有了一个强力的法律来约束的话 没有了这些约束了以后呢 你怎么证明乡下那财产是你的呀 然后呢,你生产出来的东西 人家为啥不抢啊 人家没有的话,人家要抢你的 你根本实际上是维持不住的 这就是真正的状态 其实中国真正的天下大乱的时候呢 你可以注意到各种家族 各种什么的,它是存活不下去的 人口锐减的时候呢 到下边如何如何 所以把这事呢都看清楚以后啊 其实对于这个核战争以及后来战争的威胁 我一直在讲 你就不要想着打输了到哪儿避难 你一定是想着这件事 咱绝对不能输 绝对不能输的条件呢 当年美苏他都做了 叫做全球毁灭 你要让我这样的话呢 那么全球大家一起死 不会呢让你复朝之下有所玩暖 是这样的状态的 当年美苏后来这样弄了以后 实际上美国的这个乡村战略了 包括苏联那些战略 它都付出了代价 所以这个事啊 将来世界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大乱的时候 你乡野中间啊 已经不像以前了 很难引得住 你像以前的话 你为什么在乡野有时候还能待着 那乡野都是宗族 当然了 现在呢 宗族社会都那样 你有一堆你们家的人 有足够多的人丁兴旺 你在城市里头呢 平时你补贴他 现在呢 农村这塌陷了 而且呢 在当时呢 是冷兵器时代 兵方马乱呢 可以自己你看 建起土宝来自保 你像福建不就有很多土宝吗 你像美国呢 它变成什么 它美国的一些牛仔呀 变成什么 为什么美国它坚持一个有枪社会 有枪社会 人家想的什么 就是天下大乱了的时候呢 每个地方可以自己用枪自保啊 在过去呢 没有枪的时候 有刀也差不多 大家都是对等的 而现在呢 中国这个社会呢 你这里头地方上 你要是不能有武装的话呢 实际上你到地方上能避难吗 避不了的 而且真正出了难以后呢 你也跑不了 而且真正你的相解情怀呢 也就是说你还年轻的时候 还可以 年老的时候 这医疗条件都解决不了 然后呢 医疗条件说是能解决的 那都是要有特别的 大富大贵的人 没有这样的特别呢 可能相也情怀也没有 也就是说 现代的社会的结构啊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呢 对于某些国家来讲 现在世界的这种残酷竞争呢 真因说有些人要打核战争的时候 那就真的要想清楚 对这样的这个核战争 真打起来 那么咱们呢 不能输了 不像说过去呢 当年呢 苏联威胁中国的时候 当时呢 主席说过吧 就是我们呢 就往全球移民 所有人都跑过去 不是说跑自己的乡里去 而且我们那时候 说那个能跑过去 是有条件的 那时候全民皆兵 各个村啊乡啊 都有武装部 都有枪的 现在呢 肯定跟那人不一样 而现在呢 我们发达了 全世界就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谁也别想打 打了以后呢 不要想着 我们会打输了怎么样 因为输了以后啊 王国灭种 覆巢之下 没有完卵 就根本不要想着输了 最多呢 全球毁灭 同归于尽 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核战争下呀 这个乡野情节呢 可能得重新的想一想 这个就是说 每个人呢 是要想一想 这个国家命运 和个人命运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再见